你好 欢迎收看4月19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持续的趋缓 加上花联仍然保持零确诊 观光业者纷纷的办起活动庆祝 加上五一廉假即将到来 这几天也陆续的涌入订房电话 对于住宿率可望回升 业者相当的期待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趋缓 也为花联的观光业注入一记强新增 面对即将到来的五一廉假 各家饭店业者纷纷推出优惠方案 搭上零确诊风潮 芙蓉饭店也发起寻找加零的活动 就能抽住宿券 这个零确诊的活动 最主要我们是借由它的谐音 然后借由零确诊 我们在寻找加零 让继续让确诊 零确诊这个局势能够持续下去 借由寻找这个加零活动 我们就会提供住宿券 让客人能够抽奖抽到住宿券 然后也可以到我们连锁饭店 十家饭店都可以入住 汉品饭店房门一开 映入眼帘的是吉米丰主题房 大走同去设计 在连续两天发布零确诊的消息过后 也吸引不少游客入住订房 所以也因应零确诊的这个宣布呢 所以对台湾的这个旅游市场是有相当的正面的帮助 那在这个礼拜开始到零确诊的这个宣布呢 其实我们一周大概提升了15%的一个住房率 希望零确诊的好消息能提升民众旅游意愿 美人饭店也推出了双人套房的优惠方案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推了一个优惠专案 直接下杀大概两个到三个的这个程度 大概2000块有早 1800含两个早餐 至今花莲仍然保持零确诊 各家饭店业者都有信心 只要疫情逐渐趋缓 观光惨况就会有止血趋势 也让无意廉价的住房电话陆续涌现 面对人潮回隆 业者是乐观其成 记者大花莲综合报导